欢迎收听本年度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明日 6月13日,耶宾 耶宾的名字是他明白的意思 人物背景 耶宾是一位加南王 后来被巴拉和底波拉击拜 是生活在大概西元前1200年的人物 在士司时期 以色列一直遭受巴拉斯坦很多民族的欺诈压迫 其中加南人影响有心 他们在耶宾国王统治期间拥有强大的力量 耶宾掌管夏索一城 这个地方过去曾一度被以色列征服 显而易见 一段时间之后 以色列再度失去了夏索的地区 耶宾20年来残酷压迫以色列 他不单有非常能干的指挥官 还拥有900辆铁战车 最早的铁战车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 但只有少数古代族群 拥有这一类好像坦克那么强的先进武器 看回在耶宾时代之后 以色列似乎也都在没几多部铁战车 以色列唯一主要军力 是大约1万名步兵 用他们来抵抗耶宾的大军 难怪巴拉对于和耶宾交战会产生强烈的质疑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帝子民的历史里面 常常会见到 最强大的军队始终是和上帝站在同一阵线的军队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原则产生了影响力 因为当时的战事真的很紧张 在《史诗记》4章14-16节记载 上帝在加南人中间引起了恐慌 使巴拉的军队能够顺利消灭敌人 至少数算166年前 可以说是自从约书亚时代以来 以色列最大的胜利 耶宾对于以色列的管车压迫终于被解除 以色列人将他击退 直到他灭亡 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以色列之所以大获全盛 完全是出于神的干预 在这一刻邀请你和我一同祷告 主啊 请你永远站在我这一边 这样我就能够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 奉主名求 阿门 想对今天主题信息有更深入的了解 欢迎言申阅读《史诗记》第四章 诗篇83篇9-10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遇见了这位圣经名人 明天让我们同样时间再遇见另外一位 关于台诲的线 优优独播剧场——jet凌厢 画自己是否赢的 优独播剧场——jet凌厢